那這些資料的話呢我想要把它秀在網頁上面的話 比如這些 包含座號一直到電話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可以用在底下加上一個 List Service 1 那這個List Service 1把它拖拉過來之後的話呢 相關的設定 裡面 大概 這邊基本上我們只有增加一個就是說 要不要insert item 就是要不要能不能新增資料的部分 如果你要新增資料新增在哪裡 這邊的話你還可以再選取 如果你今天要新增資料你可以選擇在最下面的item 或者在什麼 First item First item你會發現他就怎麼樣呢 在上面新增 在下面新增 其實這個功能還蠻好的 以往你要寫到這樣的效果的話 其實也很花時間 那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呢你只要做稍微的設定之後 馬上就幫你顯示一個新增的 欄位的一個 表單出來了你完全不用寫 一任何一行程式 這樣一個動作 那把它執行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之後的話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很快速的把資料 從那個資料庫裡面把它抓出來 並且呢 可以 秀出來 我要的這個這個部分那裡面的話呢當然 我們可以有包含這些功能 要編輯刪除 編輯功能 所以這裡編輯功能也有 更正一下 那如果說呢 不過更新的話 OK也沒有問題 那如果要刪除的話也可以刪除 所以你會發現 像這個list view 其實 來使用的話其實非常便利 更加 快了你的設計的腳步了 你會發現一下子東西上去了 只要你把資料庫Ready之後 後面的幾乎就好了 而且如果說你的案子不是很大的話 一般的 一般的 部門內部用 或者是中小企業用的話 這樣就已經很棒了 OK 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先了解一下 然後呢 也試著因為這個是一個 學生基本資料 那請各位 也試著把那個資料 看看 把它也改一下 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原來他是 用的是那個 SS 2007的版本 我記得 那請你請各位也把這個地方 改成那個 CCO SERVER的版本 看看好了 或者甚至你也可以把它改成MDB的版本 也 那大家了解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